我已經確診第13天了 然後我每天量的體溫都還是在37.5左右 確診後量體溫成為每天日常 只是想都沒想到 明明第九天快篩就已經陰性 症狀也慢慢好轉 體溫卻依然持續燒 當然因為我的血壓跟血氧 測量出來都是正常 而且也有聽我的呼吸也是正常 所以醫生其實也跟我說 他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消炎症我也打了 但是回來的效果其實也沒有到 就是改善 英國研究指出 發燒是長新冠的症狀之一 江小姐分享 確診隔離期間叫外賣 都吃炸雞 鮮酥雞 披薩 熱炒義大利麵類食物 國內營養師就建議 或許可以調整飲食習慣 那如果發炎反應很嚴重 就是變成大火吧 那我們想辦法要從飲食裡面 得到了這個滅火器 所以 食物性食材可以提供滅火器 營養師分享一份針對 英德法 意大利 西班牙 以及美國六國醫護人員 飲食的調查 發現多吃 食物性食材的人 比起吃紅肉者中重症比例 下降73% 食物性食材有兩個東西 是動物性食材沒有的 像是植化素 跟膳食纖維 那它本身就有抗氧化 抗病毒 抗發炎那個效果不在 想要緩解身體發炎反應 營養師建議 可以多吃花椰菜 小番茄以及堅果 也可以多加一點檸檬汁 或是橄欖油 效果會更好 營養師也說 免疫細胞有七八成在腸道 而腸道好菌 特別喜歡吸收膳食纖維 腸道菌上好 免疫系統也會好 營養師就建議 確診者除了基本的 喝水吃要多休息 隔離在家 如果叫外賣 也要多注意 攝取蔬菜水果 對康復也有幫助 TVB新聞 張明明片 在台北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 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 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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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B